宋上節是被聖明充滿的,很有能力的 他祈禱那間房子充滿煙聞 那些人進入去的時候看到有煙聞的,那些人說到 還有那些人有罪都進不到那間房子 當他為人祈禱的時候,那個地方充滿神的同在 這個在其中一個人寫的仇 那時候他是小孩子,他講那個情景出來 他現在已經是老人家 宋上節是一個很愛神的人 他去到每一個地方,他叫那些人要悔改 當他講到的時候,他很逼切,很生猛 在台上跳來跳去 他又很嚴重地說出人的罪 他自己也承認他的罪 說到他自己罵的哥哥,他跟哥哥怎麼吵架 為什麼做過什麼不好的事情 他就叫那些人去悔改,逼切去悔改 當人逼切悔改的時候,神的復興就來到中國 很多地方,他建立很多的神學院 他去到每個地方都建立一些訓練的學院 叫那些人訓練人,還有報道隊 宋上節訓練那些人,出去報道,出去傳道 不是只是他去做,叫那些人個個出去傳道 所以他是把復興帶去中國很多地方 當時日本人已經來打仗 但是他很多時候,那些人就乘火車走 他就乘火車去,去那些地方 去到那些危險的地方 試過,有講到的時候,那些人就在那裡害怕 因為有聽到一些炮彈聲,他們就跟他說 如果炮彈落在這個地方,我們全部一起上天堂 如果炮彈不落在,我們就不用怕了 所以大家安心聽到 他真的很多人很大,讓他更新 所以今天的教會營救傳流 在香港,在中國營救有這麼多基督徒傳流 就是因為昔日的基督徒這麼愛耶穌 今天在這個時代 我們周圍是一個很不愛神的氣氛 在美國的教會是一個很不愛神的氣氛 大家看到也是,我看到很多基督徒 我都覺得他們的態度是不好的 對於耶穌的態度是不好的,心是不強的 我有時看到一個愛神的,我就會很感激 但是我看到很多是沒有這種熱誠的心 有很多基督徒不是看重 我以為耶穌做什麼,而是看重 我回來教堂,看到那些人一起吃飯 所以很多聚會會吃飯,令人肯回去 或者有什麼活動,學英文 那些人能夠回去 不是真的,他對耶穌有一個熱誠的心 熱誠愛耶穌的心是很少的 全福音的人是很少的 但我希望我們會真的對神有歡迎 我的呼喊聲就是,我希望你聽到 我希望你不要看少我這個呼喊聲 這個是神的呼喊聲 也是神對大家的警告 為什麼呢?你不去做的時候 這個復興就不會來得到 神就不會使用你的教會 如果你想復興臨到這個地方 你就說,神啊,你用我吧 神你使用我 我願意將我生命給耶穌 就算你做得不多 你只要願意肯,我去肯為人祈禱 我肯出來講信息 因為將來你不會再有機會聽 你要去說給人 你肯去做的時候 神就會用你 你只要我願意 在我裡面就是神的呼喊聲 就是這個末世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興起一些人 能夠願意給神使用 你愛耶穌給這些更深 你肯的時候 你才能夠為主來做這些事 因為將來我們會遇到很多的迫迫 在這個迫迫的時候 你就說,死了,我要掛著賺錢 我要掛著賺錢 根本沒有辦法 除非你拜這個敵基督 但如果你說,我神啊,我願意 我不怕死的 就算我只有一個月的命 就算我的食物 我只有一天有這麼多的食物 留在這裡 我現在的食物只要救我一個月的命 我就奉耶穌的名 我就相信神的祝福 我就在這個時候去見證耶穌 你又很傾奇 神又會為你開路 忽然間,咦,又有多些食物 神又會給你一個月 那你又再把你的生命給耶穌 神又再給你時間 神會給你有機會 能夠為祂作給好見證 神就喜悅了 當你有這個心,神就喜悅了 但如果你說,我想保住自己的生命的時候 你反而保不到 因為在末世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魔鬼是好事 不可以魔鬼答應你的好事 是不會的 魔鬼不會給你好事 當你聽祂的話的時候 祂只是把你的靈魂拿走 並且你可以救的人,祂將它拿走 寶羅說一句說話 在康律前書十六章二十二節 若有人不耐主,者人可坐可就 主必要樂 我們嘗試念了它 在這個章子的中間 中文第四那裏 我們一起説一下 康律前書十六章二十二節 若有人不耐主,者人可坐可就 主便要來 即是如果你不愛主 如果你信耶穌 但你不愛主 即是你的信心不是真的 我們的信心一定有果子 有忠從神 有愛神的心 如果你不是愛神 你不是真的信耶穌的 我希望你的心 你不是神啊 你這麼好,我真的去愛你 我看到那些靈魂這麼慘 他們會失喪 真是這麼多人經歷到 在這個末世時代 神容許這麼多人 下過地獄去天堂 死過救回來 他們都說到靈魂出竅 真是有這件事 真是我們有靈魂 我們真是將來會面對神 當你知道的時候 你會不會說 神是你用我 我知道我將來會見到神 真事來說 不是騙人的 因為這麼多證據 是唯有聖經才有這麼多證據 全面性這麼多方面 那為什麼我們不愛神呢 很多時候就是因為 貪愛世界 那你以為 啊 我捉住這個世界我就會有 其實你捉住神 你反而是由世界 我們不是追求世界 而是神就會供給你需要 你捉住神 神就會給你 有很多的報道家 他們根本沒有可能用多錢 就像Bernie Heen 現在他全世界很多地方 都有電視節目 就是他一個人 他就經歷神 之後他聽神的話 他就在很多國家 我們 就是我不知道有幾個國家 我知道美國有 在菲律賓 我知道有 很多人在菲律賓的節目 在每一個地方 都有很多很多他的節目 其實很多錢 做這些節目是很多錢 放上他的電視台 是很多錢的 但是他 因為他有這個信心 他真的親近神 有這個能力 有很多人就支持他 以至於他能夠做到 這麼多的工作 一個人可以把福音帶給這麼多人 那你說我不是Bernie Heen 但是你只要你肯聽神的話 你有五頂語言就可以了 那你以為說 我捉住世界 我捉住眼前 你想讀書成功 不要耶穌 你就讀書都不會成功 但你有耶穌呢 你讀書都會成功 神就會決斥給你 聰明智慧 無論你做什麼事 你一聽你就明白 你的腦就會通 有很多人在我的年齡 已經不懂得記東西 但我一聽到東西 我就記得了 學的英文字 一聽到我就記得了 因為神會賜給我們聰明智慧 神也會給你聰明智慧 因為你開路 你想不想你的生命是這樣的 發揮出來 在詩篇第30九段 因為這個人愛主 神就將他放在高處 神就叫他成為尊貴 你成為一個公子王 一個公主王子 是尊貴的 你的身份就是尊貴 你所做的是尊貴 周圍的人都會尊敬你 爸爸 我在香港的時候 在美國的時候 我去領聚會的時候 很多人都有很好的反應 我整個星期去過那個教會 我告訴你 那個 Andrew那個朋友 Tommy 他去過那個教會 他們真的是一個很 是很愛主的教會 我去到的時候不是一個教會 而是一個 在那個長老家裡有聚會 這個長老很有信心 長老和他太太 這個太太 神又被他聽到神的聲音 那他怎樣去選擇這間教會 這間教會真的很愛主 神真的告訴你 他最初來到 他在Fiji 在Fiji Fiji群島 來到這裡 他說 看到人們真的不愛主耶穌 但是神要放他在這裡 他來到的時候 他就試過去另一個教會 但是呢 他心裏面是覺得這個不是神給他 那麼他後來去到這個教會 他一去到 他說我聽到神的聲音 他說這間教會就來 那這間教會真的有一種熱切心 然後呢 他也都將熱切心帶給那個教會 那麼他就很想他家裡有聚會 而他來到呢 是沒有工作的 但是神就很快給他工作 都會做 才能的是 祂 人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